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大老板投资记录本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IGBRID这间产货啦 所以目前我们可以看到IGBRID是马来西产货当中呢 少数已经出了季报的一个产货 然后它的业绩也是非常的不错 所以我可以说啦,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呢 它龙头一格的位置应该会是非常的稳定了 OK,所以因为我们都知道嘛 IGBRID时常都排在第二名 KLCC是第一名 所以很多人都想成为第二名 不过这个难度似乎变得更加的大了 OK,所以我们来看一下IGBRID的一个年报啦 这里可以显示到在Financial Year 2023的时候呢 IGBRID本身的Revenue是创下了历史新高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指标啦 因为在财政年2019年的时候呢 它交出了5亿5000万的业绩 而到了2020年跟2021年肯定是有所下滑的 因为由于疫情的影响 而到了Financial Year 2022年呢 它开始跟2019年持平 而直到2023年呢 它再次恢复到了迅速上达一个姿态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 KLCC如此多的shopping mall一直冒出来的情况下呢 Mid Valley似乎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OK,当然我们来看一下Financial Year 2019到2023年 那个营业额的增长速度 你就会发现到呢 它还是KLCC人非常喜欢的一个shopping mall商场来的 不然它不会创造到那么高的营业额 OK,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在Quadal 1的业绩 为什么我们讲非常的不错呢? 我们可以发现到它的营业值跳动是很大啦 这方面其实我们不用太多的在意 因为它会有很多的因素影响到它的Net Profit 不过Revenue方面呢 则是相对的稳定 OK,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 1亿6300万的营业额 基本上是创下了很多季度的新高 对比去年同期 还是上个季度的季报来讲呢 都增长了非常多 也就代表着在过去的三个月 IGB的租金还在持续上涨着的 OK,然后管理层也有对这种事情进行一些解释啦 我们可以发现到对比同期营业额增长了5.1%嘛 所以大概是增加了一个800万的营业额 为什么会增加呢? 管理层就有解释咯 是因为更高的Render Income OK,所以这个是非常干净的盈利来的 到了管理层的未来展望呢 其实也有更多的好消息 它就有预计到啦 在Quarter 2呢 由于Hiraya的这个贡献呢 它还能够再提升3.5%的增长率啦 这讲的是马来西亚的零售行业 而到了Q3跟Q4呢 分别还有2.5%跟3.2%的增长率 所以平均到来 预计2024年会有4%的增长率 所以这方面就意识着呢 Malicia的消费数据还是非常的好看的 因为2023年也只增长了2.2%嘛 而如果今年要增长4% 我相信很多的商场或者是零售业者呢 都会赚到相当多的钱 自然而然 IGB这类型的商场产货呢 也能够赚到更多的租金 而当然管理层也有提到啦 还有严重的挑战 包括了成本啊 以及外汇的因素 所以我们看到以上的这个数据呢 还要更多以实际的情况 才可以大概抓到 OK,因为很多时候经济学家 或者是这些机构所放出来的数据呢 只是一个预测值 并不是100% 它一定会按照这个模式去跑的 不过总的来说 只要预测是上涨的 那绝对是一个好事情啦 OK,so 比方遗憾的一个坏消息啦 我认为对于很多IGB的长期持有者来讲呢 那就是短期内新三资产是没有什么系的 OK,so因为IGB这间企业 我也是追寻了蛮长一段时间啦 所以在过去的两三年 你会发现到 在投行的分析报告呢 都会提及新三的mid value OK,but到了最近的一两年的 那个投行分析报告呢 已经失去了这个声音了的 所以直到了这一次的股东大会上呢 管理层就有讲 因为新三的那个业者呢 他没有想要卖这个asset给IGB 所以这个东西就告诉了我们啦 我相信在未来的好多年时间 都不会是有什么进展了的 所以在未来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呢 IGB很有可能就是维持这两个资产 并不会去收购新的资产的 OK,so当然IGB的投资者 也不用感到非常的灰心啦 因为很明显的 房地产或者是在产拓买资产的情况下呢 并不是越多越好的 我们讲的是效率 如果你买一间房地产 它的租金可以每年的上涨 好过你买十多个房地产 然后甚至有些是租不出去的 OK,so希望大家会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在里面啦 并不是越多就越好 OK,到了股息率预测啦 我认为今年还有可能 还是会持续创下历史新交 OK,so这个也是对我来讲呢 非常夸张的一点 因为到了Financial year 2020跟2021 我们可以发现到它的股息是严重腰斩了 而到了2022年呢 它就创下了历史新高 2023年再创历史新高 而2024年还有可能会持续创历史新高 因此你会发现到 产透的增长性质呢 未必会落后于很多高风险的企业 他们也是有稳定的增长性在那边的 OK,so 2023年的股息率是达到了5.85个percent啦 对我来讲呢,是不错的 OK,当然你如果以现阶段去对比很多的股息股呢 你会发现到,诶,有些银行都有6点多 甚至7%嘛 为什么要买一个残托只有5.85个percent 还要被抽10%的withholding tax呢? OK,but我们要知道 IGP率本身在2019年以前都是一个优质资产 它的股息是远远低过5%的 我印象大概是4-5%之间有走啦 直到了最近,由于大家对它的认可度下滑 才会导致到它有如此高的股息率 OK,so你如果以时间的角度来看呢 IGP率如果有5-6%的股息率已经算是不错了 而我预计啦,到今年啦 它的业绩如果能够保持像quarter one这样的一个水平呢 它的股息率很有可能会上涨到6.6% 所以算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水平 算是一个对于股息投资者来讲呢 少数有增长又有高股息的企业来的 OK,股价走势呢 我认为会有可能取动新的一轮涨势啦 就如我所说啊 我们看2019年的价格基本上是1块8毛8以上 甚至到2块多的 这个时候呢 它的股息率应该只有4-5% 而很明显的 到了2024年 它的业绩、营收跟股息派发 都比2019年还要来得高 可是股价方面呢 还是偏低的 所以很明显它并不是业绩上的问题 而是估值上面的问题 所以投资者呢 可以非常关注它接下来一个走势啦 我个人认为只要市场的情况持续向好 然后你要买股票 你发现到很多股票都贵的情况下呢 惨脱很有可能会是一个资金避风港 OK,所以我们可以持续的观察 未来会怎样走 那投放的目标呢 其实也是蛮野脸力下的啦 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啦 而给到最夸张的是RSP OSK啦 它给的是2.03分的目标价 以现在的角度呢 还有一个15%的上涨空间 所以我可以说是啦 最近两三年呢 其实投放都一直在提升IGB率的目标价 我觉得这主要得益于它的业绩 已在创下新高 甚至都有一点无法想象了 没有想到呢 KL Slango的经济恢复到如此的迅速啦 就人民的消费能力还是挺强大一下的 OK,所以我投放的分析 我就截取了一些比较重要的 他就有提到Mid Valley的Metro Jaya 占据了11%的Net-Lisable Area嘛 这个出租面积将会重新配置 并且在9月重新开放 OK,所以他就是有在做装修啦 他跟那个上位平安面的情况呢 相当的接近 所以当他重新装修 重新配置下呢 未来将会提升到他的租金 OK,因为主力的租户将会占用更少的空间啦 所以他就会切其他面积 相信会租给其他业者 所以他能够赚到更多的租金收益 因此在未来IGBT很有可能 不会买新资产的情况下呢 这种小小的动作 则是未来我们需要蛮关注的一点 因为他将会让他能够赚到更多的租金 让投资者能够获得更高的股息率 OK,所以很多的投行都还是看好 IGBT旗下的资产 租金还能够持续的上涨吧 所以这个也是蛮惊讶到我的 因为这个租金的水平呢 真的是蛮高的 一个squarebit已经要来到接近20块钱了 没有想到还是那么多的商家想要入场 可见生意真的非常的好 OK,所以机会跟风险 我这里一直过讲到完啦 所以以风险回报比来看呢 我认为目前的价格还算是划算的 OK,因为目前的股价 并没有来到2019年的一个高度嘛 而他的业绩呢 已经上到非常的高了 而风险来讲 他没有购买新资产呢 也告诉我们投资者啦 其实他的风险很低啦 不会有一些大的动作 所以我们只要关注这两个资产就行了 对比可能银行啊 或者其他股息股啊 我认为IGB的研究难度跟风险 是远远来得更低的 OK,第二点是增长性十足啦 没有被新商场影响 其实这个也是蛮出乎我的预料的 我一直认为IGB会在疫情过后呢 慢慢的复苏 然后到2019年的水平就会持平 很难再上涨了 因为那时候我都觉得租金蛮贵的 可是没有想到这两年呢 他的租金还是一直在上涨 然后周围的商场也开了蛮多间都不影响他的人潮 所以我觉得还是相当强劲的 第三点是增长的瓶颈啦 这里讲的就是风险了 因为IGB如果没有购买新资产的情况下呢 我个人还是认为啦 他的那个租金没有可能一直这样子迅速的增长下去 OK,因为他有个悲论在那边 所以如果他的租金真的能够持续的上涨 代表本地的商场还是需求很高 而那时候就会有更多的竞争者出现 而直到有一天滅油力的租金开始遇到瓶颈 OK,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要理性看待 它不是科技股,它不是增长股 它是一间股息股,它是一间惨货股 OK,第四点就是贵咯 我在讲贵是对比 如果你在2021年啊,2022年有买到的朋友啦 其实目前的价格你是会有一点看不上的 因为它的价格真的高了非常多 所以这个角度因人而异啦 所以如果之前没有买到的朋友呢 我认为的确还是可以再来观察观察 OK,所以我的看法是 IGB REIT在我的眼中一直都是很优质的股息股 这主要得益于它的基本面很透明啦 然后它的业绩呢也是蛮不错的 是少数能够增长的一个股息股来的 第二点在高息环境下影响最小的REIT OK,这里可以用最小来形容 因为它是malaysia里面啊 它的gearing ratio最低的一间残破 只有20多个percent So,利息在讲提升 其实对它的影响不会到非常的大 OK,价格方面是非常需要注意的四项 这是对于每一间残破 我认为投资者都要非常注意的 因为有些时候你买一些增长股啦 它可能从一块钱会起到两块钱 你一块钱买或是你一块一毛钱买呢 都没有差距很大 不过IGB REIT这类型的残破 它的增长幅度可能一年就涨到五分一毛 如果你买在贵的点位呢 你在未来的业绩 或是未来的股价怎样走啦 你都很难赚到很大的便宜 所以这方面大家要持续的观察 尽量买在便宜的位置 第四点 我相信接下来几个季度会依旧稳定发挥啦 因为这些租金一千都是签 可能一年两年的嘛 怎么可能是短期的合约呢 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IGB REIT可能不会增长到迅速 不过业绩都会是非常坚挺的 OK,只要不要出现什么风筝的情况下 相信IGB REIT还是能够负担如此高的股息的 OK,所以对于股东来讲 也算是一个幸会的事情 所以今天对于IGB REIT的分享就到这边啦 在未来我也会分析更多产兜的业绩 给大家知道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内容 可以订阅本频道 想要了解更多资讯 以及大法版如何实际操作的方式呢 也可以花一杯开杯钱 交到大法版的会员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